歡迎各位有全面進場 如果你是喜歡我的節目 希望你可以免費訂閱我的頻道 多謝大家的支持 話說中美關係日益緊張 歐盟對華態度軟弱 但是北約非常強硬 根據英國金融時報報道 北約秘書長史托騰伯格警告 說中國對於開放社會和個人自由的威脅日益增加 全球的國家必須與北約合作 共同對抗中國的霸凌和脅迫 而且他還提到 為了應對國防開支高居全世界第二位的中國 30個北約成員國必須採取更具有全球視野的策略 而中國的崛起大幅動搖了全球勢力平衡 增加了各國在經濟和科技優勢方面的競賽 而且中國在資訊領域逐漸追上歐洲 不論在北極和非洲 都有中國投資基建的痕跡 而且中國和俄羅斯的合作亦與日俱增 這些都會對於北約成員國帶來安全的後果 史托騰伯格拒絕承認 已經將中國視為北約的新敵人 只不過他同時指出 說北約成員國的領袖 在去年12月已經取得一致共識 說必須優先處理中國崛起所造成的安全衝擊 包括如何應對中國的飛彈 可能會襲擊北約成員國的問題 雖然他的嘴巴拒絕承認 實際上他們所做的事 就已經將中國當成他們的頭號目標 北約設立之初將蘇聯當成頭號敵人 現在中國已經迎頭趕上俄羅斯 而且在全球軍費上 他排在第二位 當然也是順理成章地成為北約的假想敵 大家可以看到 北約對華態度和歐盟對華態度 兩者之間存在著一個非常大的落差 這裡有幾個因素可以解釋 第一 因為北約成員國的組成結構和歐盟不同 北約是包括美國、加拿大和英國 這三個五眼聯盟的成員國 故此對華態度肯定會被歐洲強硬 再者就是 在北約的三十個成員國當中 美國在軍事上佔據著一個不可取締的領導地位 大家可以看看 北約最新的那份聯報當中 所聚述的北約國家軍費數字 美國單一國家的軍費 在2019年去到7301億美元 但是整個歐洲國家28國 再加上加拿大 只不過是三千零九十四億 即是說 美國一個國家佔了整個北約軍費開支的七成 其他只不過是加起來 29國佔了三成 故此 美國在北約裏面 都是大聲一點的 還有一件事 就是 北約純粹是一個軍事聯盟 他根本上只需要考慮 30個北約成員國 他們的國家安全問題 就不需要再理其他旁之末節了 但是歐盟就不一樣 他們就要投鼠忌器 他們做什麼都要鏡住 和中國之間的貿易關係 他們要顧及到貿易利益 所以他們就經常要尖前顧後 經常要擔心得罪中國 這就是北約和歐盟之間的區別 而且北約他們就沒有限定 只能夠歐洲國家才能加入 正如史托騰伯格最近說 展望到2030年的時候 北約就需要和更多志同道合的國家合作 例如日本、韓國、澳洲和紐西蘭 希望和他們展開更加緊密的軍事合作 捍衛北約幾十年來 保持全球安全的規則 而且還要捍衛在太空和互聯網 新技術以及全球軍備控制方面的準則 最終要維護一個建立在自由和民主之上 而不是建立在霸凌和脅迫之上的世界 這方面也很明顯是針對以中國為首的國家 比如說中國、伊朗、朝鮮等等 現在他就要拉攏日韓和澳紐了 這其實就是美國的路線 只不過在軍事上就是由北約來執行 最近美國也有消息傳出 美國總統特朗普決定了 要從德國撤走9500名美軍 人數佔了駐德美軍的四分之一以上 好了 雖然這個消息目前未曾經過美國國防部的確認 不知是堅定留 但是已經在德國政界裡面 引起了非常大的反響 根據路透社的報導 就說 德國總理默克爾對於美國忽然之間減少駐軍 是表示無法接受 因為美國方面沒有事先派人去通知德國 至於德國外長馬斯 他說話的態度就溫和得多了 似乎他就真的想吃盡中美兩家茶禮 兩邊他都不想得罪 故此他說話就真的非常圓滑 說得難聽一點就是非常滑透 到底他怎麼說呢 他就說 德國感謝和駐德美軍長達幾十年的合作 這是符合雙方的利益 雖然德美仍然是跨大西洋的緊密合作夥伴 但是如今兩國的關係似乎變得相當複雜 他只不過是用一些非常中性的言詞 就說複雜 不是說相當之交互 或者是相當之有問題等等 所以他說話就真的夠圓滑 實情到底什麼原因導致特朗普忽然之間 作出撤軍的決定呢 美國前駐德大使格瑞尼出來說 其實特朗普早在去年的時候 就已經在處理這個 從德國減少駐軍的問題上 作出了決定和部署 只不過到現在這一刻才傳出消息 另外對於真正撤軍的原因 都是眾說紛紜的 有人就說 到底會不會是因為特朗普 因為G7峰會這件事被激怒了呢 實情德國和美國在G7峰會上 就真的曾經罵得非常不愉快 在當年的G7峰會裡面 突然麥克爾就聯同其他幾個國家的領袖 圍著特朗普不斷扯他 搞得特朗普就扯火 到最後的時候 特朗普就丟了兩顆糖出來給麥克爾 說實情你不是什麼都沒有帶走的 你可以帶這兩顆橡皮糖走 這個故事我們在節目當中都跟大家分享過了 而且在今年的時候 麥克爾這個德國婆又說不想參加G7峰會 因為疫情的關係 實情特朗普就已經把G7峰會的日子延後了 到其時都已經看法搞定了吧 現在你去遠距特朗普這個邀請 豈不是不給特朗普 即是不用看他台戲 甚至乎是調查他台 另外有人說 究竟是不是特朗普認為 與德國攤分的軍費問題上 談不完呢? 因為特朗普也不止一次公開提過 說駐德美軍的洗費實在太高 另外有人說 究竟是不是因為德國和俄羅斯 在天然氣合作開發上 使得特朗普不高興呢? 當然很多說法都是眾說紛紜 但是最終極的原因是什麼 就要交由特朗普親自出來說才知道 因為這個消息其實都未經過證實 只不過已經甚囂塵上 很多外國媒體都已經報導過 我相信其實到最後都會是真的 否則很多媒體都撞車了 接著就說另一個歐洲國家 捷克 有一個人真的值得一讚 就是捷克的參議院議長為特齊 他不顧北京的反對 也不怕得罪大陸 竟然拍板說決定了 在今年的8月30日至9月5日 訪問台灣一個星期 其實這個參議院議長 在捷克裡面 作為整個政治體系裡面的第二把交椅 第一把交椅就是總統 接著就輪到他了 以於他地位那麼顯赤 他絕對是犯不著得罪中國的風險 而走去訪問台灣 因為實際上 他又不可以拿到什麼益處 但相反他靠攏大陸的話 肯定是會有好處的 但他沒有這樣做 到底他怎麼說呢 他就說要按照官員的標準 乘坐官方的政府飛機前往台灣 而今次訪台的目的 是要就著經濟、教育、科學和文化方面 和台灣交流 而且他還說到 說捷克作為一個主權國家 是不應該在強權的壓迫之下屈服的 反而是應該要彰顯 捷克前總統哈維爾的精神 延續捷克重視自由、民主和人權的傳統 至於台灣方面有什麼反應呢 立法院長尤錫坤就說 對於維特齊堅持和自由、民主站在同一陣線 向全世界宣示捷克的獨立自主 如此的勇氣令他深感敬佩 實際上真的沒得談 因為參議院議長維特齊 他訪台不是因為什麼利益 而只不過是要彰顯哈維爾的精神 簡直就是西方文明國家的黑暗裡的一道燦爛星光 沒得好說 其他國家只顧著對華的貿易利益 只顧著要賺錢 反而捷克議長 他就說要捍衛這個核心價值 就是要彰顯民主、人權和自由 其他什麼領導人 全部都是給下去 哪有得拍過去 拍過去拍碎了他 這一節先說到這裡 多謝大家收聽 拜拜